北京时间2月8日,荆州勇士在客场以110比98战胜了俄克拉和马雷霆,球队豪取九连胜。 值得一提的是,自从库里对阵火箭的时候怒踹椅子之后,勇士至今为止还没有输过球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期间,德拉蒙德格林一直都因伤缺阵。 然而,勇士的表现却极其出色,他们取得的九连胜也是联盟中现存的最长连胜。 此一,库里的表现不错,他砍下18分九篮板十助攻的准三双数据,在他和汤普森的带领下,球队守住了比赛的胜利。 赛后,史蒂夫科尔也是夸赞了勇士全队的表现。 赛后,勇士主教练科尔说,今天的球队在转移球方面做得很不错。 但对于我们来说,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进攻篮板。 此一,勇士全队抢下了40个篮板,但仅有6个进攻篮板,雷霆全队抢下了50个篮板, 有18个进攻篮板。 尽管如此,但是勇士仍然取得了比赛的胜利。 谈到本场比赛的胜利时,科尔胜赞了库明佳的表现。 科尔说,库明佳的表现十分出色,他对我们在场上所要求达到的目标感到越来越适应了。 值得一提的时,库明佳替补出战23分钟,他11投6中,砍下16分四篮板四助攻。